好 接下來我們為您來視訊臨線 淡大戰略所副教授 李大中 李教授您好 早安 主持人早 是 大家早安 現在要跟教授來請教的相關的消息 宏都拉斯新任的總統卡斯楚 曾經宣布要跟台灣來斷交 現在我方駐宏都拉斯大使呢 這個也已經在第一時間 代表蔡總統跟我方的政府 還有人民像當選人卡斯楚 來表達了祝賀 當然現在大家各界最關心的就是 我們的邦交關係會不會生變呢 有沒有變數 有沒有隱憂呢 教授您怎麼分析 我想因為目前的總統當選人卡斯楚女士 她是屬於左派的自由重建黨 那麼她在選前在9月份的時候 在公開場合裡面就講說 假設她當選總統的話 會跟北京推動正式的邦交關係 所以這個警訊並非是空穴來風 那所以在明年1月份她就任之後 是不是有可能會危機到我們中華民國 我跟這個宏都拉斯 將近80年的情緣 大家還是非常的關鍵 但是這些警訊其實並不是一朝一夕 比如說即便是現任總統 我們都知道 葉南德茲才在上個月 來訪台灣 那但是我們也發現一些蛛四馬跡 比如說在今年5月份的時候 當時宏都拉斯因為鬧疫苗荒 所以她向美國告急 甚至說我希望能夠透過中國大陸北京 透過北京的邦交國薩瓦多 中轉大概50萬劑的新冠肺炎的疫苗給 宏都拉斯 那她也不排除要在北京設立商務辦事處 那還有一個指標也是 在過去的五六年當中 其實宏都拉斯在 每一年的這個聯合國大會的總辯論裡面 並沒有提到說 要幫台灣發聲跟聲援 所以這些都是指標 所以我想整體思考來講的話 我們應該也要回顧一下過去 曾經我們在 兩岸曾經在這個活路外交之下 其實能夠鞏固邦交 但是從過去幾年 2016年之後 我們的邦交國數目是大幅的下降 從22國降低到目前的15國 那在中南美洲地區 包括像巴拿馬 多明加薩瓦多 都一一跟我們斷交 所以我們也可以回顧一下 過去的一些歷史 也許可以提供我們一些借鏡 所以目前狀況是還不得而知 因為是明年1月份就任 是 那其實來看的是 新任的這個總統曾經表示 如果當選將跟中國來建交 跟台灣來斷交 也引發了美方的關切 美國的國務院 呼籲了紅國選後 要持續跟台灣 來維持所謂的外交關係 不過這場大選 其實是從兩岸的外交戰延伸 變成了美中的一個 在拉丁美洲的禁竹 我們還要請教授來剖析一下 目前這樣的一個局勢 講到一個轉變 之後變局又會有一個怎麼樣的走向 我想沒錯 這個表面上 但是鞏固我們中華民國的外交 但是後面其實牽涉到北京跟華府的角力 所以台面下其實暗潮洶湧的 我想有兩個重要的指標 第一個指標是在選舉之前 其實美國國務院的高層 這個主管西半球事務的國務助卿 曾經率盤訪問過洪多拉斯 而且根據外媒的報導是當面向 洪多拉斯的主要總統候選人 希望呼籲他們要維繫 跟台灣的這個邦交 跟中華民國的邦交關係 不要在外交上導向北京 轉向北京 那第二個指標是在選前 這個北京也發出很嚴厲的一個聲明 跟指控 意思是說 美國不要干預 干涉洪多拉斯的內政 不要破壞所謂的一中原則 那這樣一個跡象其實也顯示出 美國跟中國大陸的角力 其實非常的白熱化 那似乎有點奏效 因為根據選後的一些觀察 還有選後 這個當選者卡斯蘇女士的顧問 他就表示說 目前是否是會和我們斷交 還在考慮當中 那他還會考慮到跟美國的關係 所以這一切看起來 其實目前來說 還有些空間跟可能性 那我覺得最重要考驗的是 美國對於我們中南美洲的邦交國 包括洪多拉斯 他的影響力現在還剩下多少 還有多麼的強勁 因為這也是美國目前 行政部門 拜登政府跟美國國會 兩黨議員非常關注的事情 我們當然是希望我們的邦交能夠鞏固 但後面有很非常 複雜變化萬千的一些 美國跟中國大陸裡面的大國進出在裡面 是看起來之後的局勢還仍有待觀察 因為背後所牽動的這雙方力量的角力 並不是檯面上這麼的簡單 非常感謝教授您精闢的解析 感恩您提供精闢關節 謝謝 谢谢